講到旅監工成立之後,其實那些責任問題 有一個角色都很首當其衝 是的,我們知道旅遊業都是一個服務業 正如剛才謝先生這樣說 其實大家意義不大 但因為講到和之前旅議會最大的分別 就是裏面對一些刑責的追究 講到刑責的時候 其實個人和企業,董事和員工之間 怎麼劃分這個責任 或者我們請教一下梁女士 是呀,梁方園,擔不擔心導遊馬上有刑責? 其實我們收到這一段時間 都很多會員查詢,都害怕的 其實我們都覺得,都跟他們說 守法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是行政、站政、守法 其實有法律去保障著,其實都是好事 反而其實我們現在要考慮的事情 就是我們都希望政府在立例的時候 有些事情要釐清的 例如譬如說,旅行社和導遊領隊的關係 現在經常都說是自顧人士 其實造團在發生事的時候 其實這個角色是有變化的 不應該是自顧的 因為香港無論你入境或出境都好 你都一定要是持排旅行社 作為一個前線人員 他都在幫旅行社去帶團的時候 他是要遵循公司的那個指令 是否要給行程去做 但是如果那個角色不理清楚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一個刑責在這裡 其實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其實現在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完全沒有一個叫勞工保險的 就是帶團的時候 其實導遊領隊也是 如果是獨立的話 他是沒有勞工保險的 但是發生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一直現在 現在和政府都在談一件事 不只是對導遊領隊前線人員有危險的 其實對旅行社是同樣的 平時現在小問題的時候出現 可能那些員工 譬如弄傷腰、弄傷手 那就算了 他們不會告幾 不免告 因為還要賺錢 但是如果你去到死人樓樓 即是死人的時候 其實旅行社都要 他都要負一個責任 這個其實不用你屢監告成立 都已經在勞工法例裡面 存在已久的了 是的 所以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離清楚關係 你在帶團的時候 大家是僱傭 僱主僱傭的關係 這個一定離定清楚 在這個過程當中 即是我在僱員 我要跟著旅行社的指令我去做事 如果你離開了 我不會跟著的 當然你是違法 你沒有跟著僱主的要求去做事 你自己另外 譬如說 叫你的團帶去這裏 你去到別處 或者要你不是做這件事 不下舖的 你肯定下舖 當然這個是違法 但是如果你 旅行社經常都說 導遊領隊 你們是自僱人士 那自僱人士代表什麼 我想怎樣都可以 那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所以在業界裡面 這些問題裡面 不去離定清楚 而即時就是 很簡單地說 我要立法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僱主要有的受罰 導遊領隊有的受罰 只是這麼簡單的話 其實我們是擔心的 即是直接說 有些什麼就你揹著 因為你自僱人士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們就擔心有這些問題 就是 所以很希望離定清楚 才再去立一些條例出來 是 譬如說 好像之前發生的 阿珍的導遊事件 總之有什麼事 就說阿珍都揹著 有人死也好 什麼強迫扣物點也好 有什麼出事 這樣就不關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梁小姐就不關旅行社事 如果在現在這樣的關係之下 其實我們也接過很多個案 已經有這種情勢 就是僱主不願意去承擔 但是僱員不願去告 就是他怕之後沒有團戴 如果不是很嚴重的時候 他就自己接近 沒錯 這是我們很擔心的 所以旅監局的作用 可不可以在這裡理信一些關係 對 我們很希望這個是首要做的 這樣也很難 難道旅行社請了導遊 為什麼不可以呢 因為成本增加 在議會上 有指引好明確清楚 在一些違規事項出現了 現在是違規事項 其實最終的刑責呢 都是在僱主方面 是旅行社方面的 剛才我隔一隔 就是自僱人士的問題 自僱人士 只不過是跟旅行社 相當合約的關係 它都有一個合約性質 所以我們在議會的規定 一定要簽署合約 其實在勞工保險方面 只要旅行社 其實是有得買的 所有freelance 如果有什麼特別發生一些勞工意外 如果旅行社有買到的話 是可以作出保障的 這個其實有做海外旅客的旅行社 很多時候都會幫freelance 買了勞保貢獻 因為它不想發生 好像梁少爺說的時候 發生了死人 什麼大件事的時候 是有的 其實最重要的情況 幫我們看僱主如何管代他們的員工 在香港主要是服務業 百分之九十幾 GDP 但很奇怪的 有很多包括運輸業 旅遊業等等 我去過的城市 只有香港是這麼高比例 是自僱人士的 但是這個就是 旅監局的成立 會不會這個問題 是有辦法可以改善到 還是不是的 其實可能接下來 對於從業員來說 是眾家 不知道怎麼辦 是你怎麼看的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在政府的行政行為上面 既然是立法 有些事情可以釐定釐清 即是在工作的時候 譬如大家簽訂一些合約 你有一個合約去管理 譬如剛才胡先生說的 她說TIC都有 正正就是TIC 它有放在那裡 它做不到 其實很多我們都知道 是有合約的 是不簽的 甚至去到TIC準備要查 你要罰了 那時候才叫街 你趕快簽 所以日子改一下 即是有這些問題 如果你沒有法例的話 其實它怎麼做都可以 是 即是其實那個僱用 即是我們現在變成很多事情 是由工會去做的 我們告訴那些前線人員 其實你在帶團那一刻 你不應該是自僱人士的 因為你和僱主是產生一種僱用關係 即是這些我們反而經常都要 我們要開班去教 告訴他們 要僱用條例的事情 即是他們去認識 法例的事情 如何去認識 那個自僱人士到底是甚麼回事 要跟他們去說 這是其中一點 即是我們覺得 就是政府 你要 女監局 你要有法例的時候 即是這個要做好 即將來你的合約 你要做好 你一團一合約也好 怎樣也好 你一定要這件事 首要的你要考慮 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們也覺得 即是你要做 要監管 監管前線人員 但也要保障他們的生存空間 即是現在這樣 一邊就要領隊考牌 可能將來還要 續牌都要上課 有機會是這樣的時候 但是 旅行團又不用派領隊 即是 現在香港的旅行團 派領隊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不只是對 從業員的飯碗問題 其實對消費者 都很有危險 你沒有領隊的團 有很多危險 潛在在這裡 客人不知 真的不知道 沒有領隊也有 或者請教姚議員 我經常都說 好像我這些右膠 一聽到什麼監管 就監管 我就會領頭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這個行業出現了這些問題 未必是靠監管 可以解決得到 其實有其他的源頭 剛才我們提到 香港的旅行行業很特別 那個僱員和企業的關係 坦白說 就是旅監局 你監管這個行業 其實應該監管企業才對 但是如果這個行業 根本就不是高度企業化的 很多事情 坦白說 連責任都外判了 那你怎樣監管這些企業呢 他有些什麼 就指著領導人 指著導遊 不是啊 他不是我公司員工來的 這個生態 未必因為女監局而有所改變 這種生態 主要就是 歷史遺留下來 有那個利益群體 那個 之間 看著不是大家之間的關係 而是看著向外 例如內地旅客的利益 因為這十幾年來 內地旅客的購買力很強 大家就看著舊育 就不是說 我和你打工 是不是拿回應有的一些報酬 大家就不是看這件事 是看到我怎樣 在旅客身上 拿到更多的佣金 所以大家在 考慮到我和企業之間 那個所謂權益 利益 大家不重視 雖然旅客會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 作為那個旅行社本身 他可以不執行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受眾 那幫導遊 他覺得 我和你之間 你給一天五十塊 我給五百塊 我都看不上眼 最重要是你旅行社 給同一個店舖幾點佣金 所以這件事就是 他自己本身 都不是一種很積極 很全心全意 要求這件事 但是將來就不是了 因為你旅行社成立之後 旅行社當導遊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要承擔那個刑責 甚至坐牢 是不是 領隊一樣 如果那個導遊 如果旅行社本身給了一個指令 是他造成了違規的社會違法的時候 他要承擔刑責去坐牢 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兩者之間 那個利益 就不是去了佣金 是我們雙方面的責任 將來出現 就是可能要犯法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時候 兩者還有一個誘因 就要處理兩個人之間合約的安排 是不是 就是那個責任就要很清楚了 就是什麼情況之下 這個一定處理的 你不處理 因為條例我沒有定息看過 但據我所知道 所有旅行社指派出來的旅行團的指令 出了問題 你沒有賴過導遊的 你香港旅行社要承擔那個刑責的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旅行社不是一定要正正識識 起碼在 雖然說兩者不一定要有僱傭關係 但是如果是兩者一個自顧關係的話 他都要簽合約 寫清雙方面做當中的利益關係 這一點我覺得一定會做 所以現在有些旅行社說 將來那個導遊都關我的事 為什麼不關你的事 你給他一個團去帶 那個團你找回來 你一定有責任要求那個導遊就好 你不能夠說不關你的事 你和他的關係就搞清楚 那就是僱傭關係 如果是僱傭關係 其實某程度上都算是僱傭關係 當然他們在法例上叫自顧 和給這個生意給這個人 但是將來你的導遊都寫清楚 要不然的話 你就不能解釋 按照我理解的 現在的法例的話 是 是 是 所以這個正正我們旅行社管理場 擔心的問題 是 因為第一就是說 你說我們有沒有職員呢 有三五個導遊 公司的職員一定有的 因為我們受薪 還有我們給NBF 但是如果皇季那時候 那時候 香港你也知道 導遊有八千幾九千個人 我們這間公司 如果是短短的 農曆年 來一百團的 我們公司一定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要請 我們叫做導遊 所以我們都跟政府說 很重要的是 作為公司 當然是希望那些鐵帽子 開心 那些女客開心 但是正正正話 因為那個導遊 他們最主要的收入是佣金的 除了佣金之外 當然要服務 有些貼士的 貼士是另外的東西 但佣金是最大部分的東西 這是大家供應的 如果我們和你簽了合約 如果政府 除非你給了一個樣本 我的合約是怎樣的呢 我當然要求我的導遊 要照這個做的 但是如果兩天之內 我有六七十團 六七十個導遊 一定服務有參私不平的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我揹的 如果我叫他 你不要強迫購物 那他真的強迫了 那怎樣呢 有什麼證據呢 那是不是錄影呢 就好像現在警務處長給你槍 叫你不要射人 突然他拿槍去自殺 那些警察 那是不是警務處長有問題呢 很多事情我們覺得 就是我是老闆 我叫你一定要按我們的規章做事 不可以強迫購物 不可以強迫購物 不可以硬拿貼士 不可以行前舞的地方 你不可以帶去 但是那些客人如果真的有投訴 那是不是前媒入我們老闆的數呢 或者管理人的數呢 所以那份合約是很重要的 有哪個公司希望犯法呢 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和 正正在這個法例上要寫很清楚的 那你和我和僱員的簽入那份東西 是不是每間公司不同 是不是僱容關係呢 沒錯 是不是政府一個規格一樣的 就是說 你要和你的導遊簽入這份東西 以後你的公司 就照這份20條 30條的東西 你不要有事 如果有事的時候 公司當然不希望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我的團交給你 我們希望你安全全 平平安安安搞定這個團 這是第一 第二 還有這個條例就是要用家自扶 我們很擔心 政府說基本上不會加價的 即是我們這個 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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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花稅 他又停了五年去和我說有 當然我們很贊成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要擔心 就是旅遊不是我們旅行社的問題 是全香港的問題 多些遊客來 關乎到我們幾十萬人的生計 所以你就說 如果你說要我們旅行社 以承擔旅監局的費用 我覺得這個要從長介意 因為好像現在我們的中華大陸的團 來香港 你每一個團有收費用的 其實這個象徵式的費用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要我們承擔 整個女監局裡面的營運的 用家自用的 很重要的 那麼旅法局怎樣 一年的幾億 那你找誰去 有政府的 承擔香港是政府的責任 安家落約也是政府的責任 你不可以說旅行社 我現在承擔女監局 你要幫我搞定這件事 它是監管你們的 你要揹好所有的東西 你們所有的錢 要搞定不夠 那時候 你們每個人頭要交錢過來 這個我們是不贊成的 是的